怎麼會弄這麼累 有這個總統我們怎麼就很累 你就算啊 每次才會弄 我們弄得很累 他都毫無傷 弄得很辛苦 你就算出來了 你沒有要怎麼辦 你現在就是你算出來 你扭不下來 不像說十負還有五百隻 死得剩一百隻 我們再劃專區保護嗎 一樣的意思跟邏輯 你現在就是現實上 你就是面對這樣 所以我認為有可為的原因是 過去的血淚斑斑 都是必須經過人民抗爭 然後這樣抗爭 一定要激烈到一個手段 這個是對撞 剛剛他講到了一個重點 所以馬英九很喜歡撞 是 我告訴你 我在講一件事情 他剛剛是 他問我了 我說一個人到了中年以上 當然像我們剛剛看陳希順 他追求他下半身的幸福 下半身的快樂 但如果一個人 沒有辦法去追求這樣子的時候 他只有在權力場域裡面 不斷的在這裡面進行他 必須要消耗的能力跟能量 跟經歷 我們碰到的就是這樣子一個 馬英九周旋 他很快樂 他每天都要周旋 不然他坐那個位置有什麼意義呢 你看他每次都在 這因為他覺得很快樂 我衝撞 我存在 對 這因為馬英九可能覺得 他以為在衝撞的快感當中 所以我才覺得 他並不是每次都會轉 太陽花學運 你說他有轉嗎 我不覺得他是轉的 是王金平轉的 所以馬英九其實還滿享受 那個對撞的過程 那所以他現在在跟林毅雄 以及七八成的反核人士在對撞 你覺得他會轉嗎 而且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要找出 太陽花學運 馬英九的 他會怕什麼 沒有 太陽花學運裡面 馬英九是認為他是勝利的呀 沒有勝利喔 他沒有轉啊 他覺得他是 他如果轉啊 他如果勝利 他就不用形式上再辦一個Y17 去找了一大堆人看 你看外面有一些這些人叫青年軍 他是綠色的青年軍 我這裡已經有一些藍色的青年軍 他們對我多崇拜 你看要我的簽名照 我在這裡面像偶像一樣 他如果真的贏 他不需要去搞一場這個 他也不需要去搞轉播 外面會轉播 我們也會轉播 我們也要棄影眼球 我們也做了轉播 旁邊還放了乖乖 他就不用做這個 但是他就必須得做這個 所以不要說他在這裡面沒有退讓 他是有退讓 但是他在這裡面 他死鴨子嘴硬 可是馬英九家裡也有牆 要撞自己去撞 你知道嗎 我從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一樣的人 一樣的場所 一樣的事情 同樣是我們說的 遊行抗議也好 今年是甲午年 在紙尾斗數裡頭 甲年叫做連真心畫路 連真代表就是反對 代表遊行 代表抗議 畫路代表急躁 代表蓬勃發展 代表成功的意思 反觀 我去年年底 我來這邊談過年運 到各個節目談過年運 我說過甲年 我說過了太陽畫技可以找 太陽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古文來說 紙尾斗數 政治旅行航空爭議 包括執政黨 既代表烏雲密布的太陽 所以反觀現在到目前為止 已經四個多月了 航空事件 船難事件代表旅行航空 包括我們說的蘇聯那邊打仗 台灣這邊的遊行 都是代表太陽受到遮蔽 所以這樣的事情會層出不窮 如果是民國105年 2016選總統大選之前 無論藍或綠 誰遊行誰都倒楣 因為那一年是連真心化忌 你知道吧 那時候大家來看一樣的事情 無論藍或綠 誰遊行誰抗議 我相信不像 什麼叫做誰遊行誰 都會遊行都會抗議 藍也會遊行綠也會抗議 所受到的爭議受傷 或被肯定的那種力量是弱的 甚至於會不會 不是2016執政者是滿英九啊 民國105年2016是不是要選總統 選總統前 我盡量不要太多的遊行或衝突 這樣會大家受傷或減到更低 上次你是說上街的人會倒楣還是 上街的人會倒楣 因為我上街是為了抗議執政者 也可能藍的上街 也可能略上街 盡量不要上街 藍的怎麼會上街 事實難預料嘛 藍的為什麼不會上街 都會上街啊 都會有動員 都有動員 所有上街的都是 在這裡我以國運跟年運來提醒大家 還是要保護自己不要受傷 這樣的角度 上街有時候就是要保護自己 跟保護台灣 張偉忠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警察都會打人 所以要上街要保護自己 不要受傷 危險 有時候那種衝突挑釁 那是很難預計的 還有那一年了 不要講台灣了 尤其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遊行跟示威 一樣的主題 可能受到的傷害更大 因為那一年 民國105年 叫2016年 叫做連真化劑 連真代表這種事傷害很大 我是好意喔 不是說你不要來 身當正義 不是來 先休息一下 蠻久邊拔的 蠻久邊拔的 那有一下 很可怕 對啊 蛤 新聞 畫畫畫 你們以後 人家都叫他很認真 我跟民國77年的時候 我剛開始當記者跑財經 那時候台灣還有省屬七行庫 對 那時候有省屬行庫 省屬七行庫其實都是 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政府控制者 因為他是公營行庫 那省屬七行庫的總行 大部分都在台北 有一次我就去訪問華南 當時是華南銀行的副總經理 他叫黃永仁 後來他當玉山銀行的董事長 那黃永仁 那時候我跟他問說 聽說 省屬完 都會舊錢 都會變貸賬 他說破片都這樣 因為他有省預算的權利 有時候就 你不得不跟他妥協 我說有沒有那種不借的 他說有 我說誰 他說至少他記得四個 至少他記得四個 他說第一個是林毅雄 第二個是蘇貞昌 第三個是謝三生 謝三生 第四個是游錫坤 你想想沒有 農民進黨 在那個年代 國民黨控制的省屬行庫 副總經理算是很高級對不對 他竟然這樣子直接跟我點名 這四個人 好 誰借款你就知道是誰 而且不緩 而且不緩 我那時候 就是我忽然之間就是 跟我們平常教育的不是很一樣 這是林毅雄的這種錢財官 那有一次我跟林毅雄在這個最近 有一個婚宴的場合我朋友 他去參加這個婚禮 結果我們就坐在 就是你知道那個主桌旁邊 那一桌中邀的客人 蘇財昌也去 林毅雄也去 林毅雄的太太也去 還有這個也有建廂 建廂 很大的建廂也去 結果有說跟他擺在旁邊 大家都要含這個什麼 林毅雄開鎮 林毅雄都沒說話 他不太愛講話 他有些沒說話 那種建商就是想跟他聊天 但是他的也都 他就是笑笑的 不知道是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聊 還是說他就 他是屬於那種話不投機 半句多的那種個性 他不是蘇貞昌也沒話說 林毅雄的個性是這樣 他喜歡你 他認為他可以跟你聊天 他其實可以口肉全核 話夾子打開 可以跟你講很久 但是如果說他覺得說 我跟你話不投機 他也不會像我們一般人說 坐降度就應修一下 他沒有應酬的 習慣 他就是一個真誠的人 他覺得 我們也很真誠啊 我真心喜歡你 然後我很希望跟你溝通 然後跟我們來聊天 可是他跟建商這件 是沒有交集的 他就覺得可能就不需要了 沒什麼好聊的嘛 沒有需要 我現在想要說 坐在旁邊 吃東西很辛苦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根本沒有話講 其實我還在講幾個 林毅雄的小故事 我再講一下 我是聽說啦 我是聽說 因為林毅雄 我不是說 他那時候 南水比這場的時候 他第一槍是開陳水變 對 第二槍開呂秀琳 因為他聽說 他在外面有聽到 之前他還開了一槍給許信良 信良命 那是 國民黨的錢不能拿 哇 那對許信良殺傷力有多大 他這個在外面聽說 陳水扁拿錢 因為很多人會跟他倒 會跟他講 對 那他就去找陳水扁說 你那些錢應該要捐給黨 這樣 阿扁很怕他 聽說阿扁很怕 林毅雄 然後陳水扁跟他說 沒問題 錢都可以給黨 可是我不能做主 呵呵呵呵 回家問一下 回家問一下 這個故事我就講說 林毅雄 你去找那裡啦 林毅雄的故事就在這裡 你說民進黨那時候2000年10月27號 張俊雄當行政院長宣布停建核四 當天早上是扁聯會 然後中午宣布停建 其實在那個停建之前有一段故事 當時為什麼要宣布停建核四 其實是因為林毅雄的壓力 林毅雄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大的壓力 是因為他什麼都不要 那2000年你看他幫 他當時黨內是所有人反對陳水扁 很多人反對陳水扁選總統 可是林毅雄認為陳水扁會贏 所以他幫陳水扁排除所有的困難 讓他選上總統了 可是選上總統之後林毅雄說 我辭黨主席 我選擇一條人煙稀少的路 然後引述梭羅的詩 後來因為林毅雄那個反核的堅持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民進黨已經執政了 這個是一個行政權 你為什麼不能決定 後來張俊雄跟陳水扁 受的壓力真的很大 後來沒辦法 他就決定宣布要停建 可是宣布停建前 就很多的幕僚跑去跟他講說不要 你這樣會引起政治風暴 我們剛執政才上任5個月 這樣政情會不穩 說可以去勸勸林毅雄了 陳水扁就來跟他講這句話 不然你去跟他講 意思是說國務已經沒有辦法跟他 因為林毅雄那個堅持的程度 到連陳水扁算抗壓性很高的 他都已經沒辦法承受了 不過他很怕他 他很怕他 你又好像是用他的堅持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維持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要求 就是說我要誠實 那我身為政治人物我更要誠實 所以我對於選民的承諾 我必須說到說到 我不可以欺騙選民 那既然民進黨是主張 非核家園的 我也因此而選上了總統 所以這是我對選民的承諾 基於我的誠實 基於我對選民的承諾 我當然應該要由行政院來宣布 所以他就覺得這麼 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好值得討論 沒有那麼多的政治計算 就因為他是這樣子的人 他那麼真誠 然後又要求的這麼的 其實很卑微 你就是說到做到而已啊 雖然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要求 可是你放在現今的政治環境 反而讓整個政治圈覺得 就很複雜 很複雜 就覺得手足無錯 天啊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不行啊 我們有這些計算啊 天啊 林毅雄這樣太簡單了 可是其實他的要求 是最簡單最樸素的一個 你看喔 他高代換君 他說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 把我送到火葬場火化 把遺骨磨成細灰之後 隨即送到池林的墓園 很虔誠的撒在 您祖母的墳上 不要另外留下任何痕跡 這是爸爸選定的葬禮 不要傳統的入戀 告別出病等任何一事 只要很少的自親自有幫忙處理遺體 給我服務給我歡樂的平平灌灌 算是居商期間 這三天裡面 我們家裡面除了第一項所說的親友外 不接見客人 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道宴問題 道宴慰問 家人盡量不要外出 不工作也不聚餐 只準備番薯粥 番薯葉跟土豆 隨時供家人跟來訪的親友 隨時隨自己需要食用 因為番薯跟土豆是最有台灣味的農產品 所以在居商期間選這樣的食品 但是12歲以下的兒童 你可以另外提供素食 這樣的高檔 很體貼 這個是 交代到巨細迷遺 這三天裡面 家人跟親友可以互相安慰 失歌抒情 或追思爸爸生死的往事 爸爸一生中做的好事不多 糗事卻是一大箱筐 我建議你們最好請媽媽